大家好,我是小纯妈妈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两张蔬果的名单 这张是亮红灯的 这上面的12种蔬果 是农药污染最严重的、最脏的蔬果 这个是开绿灯的 这上面的15种蔬果 是农药污染最少的、最干净的蔬果 那这对我们种菜的意义就非常大了 就我个人而言 我选择种蔬菜 我首先考虑我喜欢吃的那些蔬菜 我要先种 那接下来我就会看这张表了 尽量种这上面列的蔬果 那这张上面列的蔬果 就是可种可不种了 这两张单子不是我总结出来的 它是美国的一个非盈利的环保组织 名字叫EWG的一个组织 它每年都会公布 我会把它的网站的连接 放在底下的说明区里 这是它2021年公布的 是最新的 2022年的还没有出来 它每年的排名会有一些调整 但大致是差不多的 EWG也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农药检测的数据 来做的这个表 要提一下的就是所有的测试 都是在这些食物被做出来以后进行测试的 也就是说这些蔬果都是被洗过 包了皮甚至煮好以后做成食物来测试的 EWG 2021年的名单里共有46种蔬果 那我会把这46种蔬果都翻译成中文 按照它从最脏到最干净的顺序排列 然后放在视频底下的说明栏里 供大家参考 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啊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 就是如何区别超市货架上的 有机和非有机的蔬果 因为它们往往是放在一起的 大家哪来哪去啊就会混在一起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张黑名单 毫无悬念的草莓和菠菜霸占了第一和第二名 它们已经连续霸占榜首五年了 让我有点吃惊的呢 是第三名 羽衣甘蓝和芥菜 因为我觉得羽衣甘蓝芥菜 包括菠菜都不是很难种的 就是要掌握好播种的季节 在秋天和春天啊 不是太热的季节 在冷凉的季节播种 它们都没什么大的问题的 尤其是羽衣甘蓝和芥菜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虫害 再说草莓啊 草莓它表面因为有坑坑洼洼的 所以它那个农药应该是非常难以清除的 但是草莓呢 在后院如果直接种在地里啊 是需要一些精心的护理的 但是也有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直接从超市买一些苗来 种在盆里 那样的话即使你没有地 也可以吃上新鲜的草莓 而且成功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看第四名到第九名 就全部是水果了 说到种水果树啊 我们自己家也是很失败的 我们真的是屡战屡败的 现在看来啊 这些水果都是非常值得种的 我以前经常喜欢说 没有番茄和黄瓜的菜园是不完整的 现在看来这句话要改一改了 没有果树的菜园也是不完整的 然后是第十名是甜椒和辣椒 十一是芹菜 甜椒和辣椒我们每年都种 也会收获很多 好像从来都没有碰到过任何虫害的问题 是非常好种的 我觉得所以是非常值得种的 芹菜呢 我们也有种 我们种的很多的是水芹和野芹菜 就是常年生的不用去管理的 每年它自己会长出来的 在早春的时候吃是非常嫩的 它的味道比较浓 也许有些人会不喜欢 但是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们今年也会种一些中国芹 再看第十二名是番茄 今年番茄啊挤掉了土豆 到了十二名 这里指的是大番茄 那个樱桃番茄 它是在第十四名 确实如果你种过这两种番茄 你就会知道 樱桃番茄相对好种一些 没有什么问题 大的番茄呢有一些难度 经常会有一些病虫害 也需要搭架子 但是我觉得番茄 真的是最值得种的蔬菜 因为它的口感 跟店里买的实在相差太远了 即使是种菜的新手 我也建议要尝试番茄的 因为种菜本身 你就需要时间来积累你的经验嘛 这里十三名是土豆 它已经是在这个榜单之外了 但是也还是很接近这个榜单的 土豆它也是农药比较厉害的 一种蔬菜 也是非常值得自己种的 虽然在店里买它非常的便宜 但自己种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尤其土豆也是非常适合在盆里种的 往往在盆里种的收获 比在地里种的会更多 现在再来看这张绿色的榜单 15种最干净的蔬菜 记得我刚才说的农业部做的这些农药的测试啊 都是在食物做出来以后测试的 也就是说都是在这些蔬果啊 把皮包掉了 把叶子包掉了 把食物做出来以后的状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上面的15种蔬果 几乎都是这一类型的蔬果 这些蔬菜啊虽然都是农药比较少的 但是啊有一点是要注意的 因为这张单子啊不包括那些转基因的蔬菜 在美国的超市里啊 有一小部分的玉米木瓜结瓜都是由转基因的种子种的 如果你想避免转基因 那这些蔬菜还是需要买有机的或者是自己种 好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怎么区分有机和非有机的蔬果 那在超市里啊 你会看到这些蔬果上面啊都会贴着一张标签 你去这张标签上看 如果你看到一个五位的数字 它打头是九的 那这个蔬果就是有机的 如果啊是一个四位的数字 它打头的是一个四或者是另外的数字 那这个就是非有机的 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